感谢收听《一男一女 旅行的女》 今集谈谈拉斯维加斯的 阿丽亚度假酒店和赌场 Aria 有些人叫它阿丽亚 如果你有看Google 或TripAdvisor 这条影片就是之前我在那里对Aria的评分 同时这条影片接触上一条 游轮vs自由行 以免上一条影片录得太长 另外我发觉在YouTube上 很少中文影片讲Aria的酒店 希望这条影片可以早点补充 为了公平起见 我每间酒店都是评价6个方面 外观、大堂、服务、房间、卫生和酒店设施 例如装饰、餐厅、泳池、健身室等 其他例如赌场大小、客人多少、收费便宜 我会尽量提供信息等大家判断 刚刚我们看到酒店的外围 它在岛城大道外 The Strip 大都会和米高梅公园酒店之间 外观设计新穎 酒店在2009年落成 新过百里公和永里 百里公是1998年建成 永里是2000年 Aria的市场定位也不同 它卖点是智能家居 它当时被称为最高科技的酒店 这间酒店的大堂尺寸和空间都相当大 但我认为装饰不够浩华 虽然大堂装饰一年换几次 但这次很卡通 和酒店形象好像不太吻合 现在看看酒店房间的设施 酒店门可以订阅后用手机自动解锁 我们今次住这间酒店 叫Deluxe Strip View 2 Queens 意思大概是豪华房间连街景 有两张商人大床 房号16006 除了有美景之外 我认为这间酒店 也是接近入门级数 大约是500尺 为了缩短这条影片 很多环节我都用快进 即是Fast Forward 如果你对哪一段有兴趣的 可以按停它 或者按齿轮 选择不同的播放速度 远规正转 酒店房的傢俬和装饰都时尚 开了门走入房 窗帘会自动打开 落地大玻璃很开扬 看到拉斯维加斯大度和其他酒店 夜景更加正 床铺都算干净整齐 洗手间够大 有个浴缸 还加个企浴 书桌 电掣和USB Outlet 都很齐备 有个迷你酒吧 酒水小食应有尽有 点精之处 在于它在nightstand上面 有个平板电脑 可以控制整间房间的电器 以及各种智能家居产品 一会发现它有很多信息 很适合年轻人 其他设备 例如烫衫板、烫斗、风筒 一应俱全 整体服务都不错 前台特别友善、礼貌 房间清洁服务算是普通 要坛的地方有几个 但都是小的瑕疵 例如洗手间里面 没有小毛巾 床单很差 而且不太对称 落地大玻璃窗帘 右上角的位置就坏了 可见它维修是跟不上的 酒店有四五个泳池 给大人、小孩 以及VIP的贵宾 园林装饰也不错 我个人更加喜欢 Grand MGM的泳池 酒店有很多一流的食府 我们试了几间 但在Catch里面 等不到位置 要等到很晚 我们就离开了 我们试过它的 Patisserie & Posh Burger 可麗饼和汉堡包 和牛汉堡 和牛汉堡很有特色 价钱就看回画面的收据 另外 顶泰峰也相当不错 但要预早订位 因为很多人 我有另一条影片 说顶泰峰的设计 和服务 我不想这条影片录得太长 酒店赌场相当宽敞 阔落 人流比我去过的其他几个酒店 都多 酒店价格三晚 但年税就是现在的价钱 请看画面 就是未计小费的 好 多谢大家收看 请订阅留言 最好按下小铃铛 拜拜